我覺得勝率是很小的 卡巴斯基那個案件我也關注了一下 基本上最後他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也沒有說 我認定你未來一定會做什麼 他認為呢 就是說美國政府的這種 國會這種考量呢 那麼是基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的這種出現危險的可能性很大 這個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很大 那麼呢 而政府採購本身呢 只是佔他市場 就他在美國市場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也不構成對他這個產品 這種歧視和公司的歧視 所以說呢 法院就支持這個政府的這個決定 那麼這個案件呢 我覺得卡巴斯基和華為呢 還不能完全等同 華為本身來講呢 在前面已經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已經遭到政府現在調查也好 起訴也好 已經不止一個案件了 所以呢 華為的勝訴的可能性 我會覺得會更小一些